然后接下来就是事件 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人 办一个什么样的事 事件这里也分五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是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 就是你要办的这个事 能不能办成 肯定是整个故事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 而且核心问题 往往带来悬念 我们说这个故事 商业片当中 悬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吧 我们上礼拜也提过 我们说悬念就是一个悬置的 悬置的念想 一般是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当中的空间悬置起来 这不就是形成一个悬念了吗 你不就勾着你往下看吗 很多在实操的过程中 把这个悬念称为钩子 称为钩子 因为比较形象 虽然这个词比较粗鄙 但是比较形象 就勾着你往下看嘛 对吧 但实际上就是悬置的一个念想 那么我们故事的核心问题 能不能办成 显然是这个 你这个故事 最主要的那个 所谓的钩子 当然了 关于悬念如何设定 我们后面会有课程 详细的去分析 这只是其中一种 或者是说叫最基础的一种 然后 能不能办成这个事情呢 是要有阻力的 是要有阻力的 对吧 这个 阻力的大小 阻力的 程度 决定 故事的精彩程度 这是我们教科书上的原话 阻力的程度 决定故事的精彩程度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阻力分三种 大家先记一下笔记 阻力分 环境带来的阻力 对手带来的阻力 以及 自身带来的阻力 我们刚才讲对抗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讲外部对抗 内部对抗吗 外部对抗 其实就是来自于环境 来自于对手 然后呢 内部对抗呢 就是你自己 讲到这里啊 很多同学就理解了啊 你看啊 我们说 阻力的三个来源啊 或者 阻力也翻译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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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沟壑啊 或者是叫洪沟啊 在书上有很多地方叫洪沟 或者就沟壑 你们看到的时候知道是 同一个东西啊 我说你看 它分三种啊 环境来的 对手来的 自身来的 我们说啊 对手这个最容易理解 我们说 你要去办成一件事情啊 办成一个目标 采取行动 能不能办成啊 最核心的当然是对手 在商业片中 有几个规矩 传统商业片规矩 对手 必须明确 越早出现越好 你们先记一下笔记 我们后面 做到这里的时候 我详细给大家讲 对手的设定方式 对手 在传统商业片中认为 第一 对手必须是人 就是说 他必须是一个明确的人 当然了 那个 这个人是广义的啊 他是个 人型的 就行 是个人 是个有思想的 东西 这是第一个规矩 第二个规矩呢 对手出场越早越好 带来的威力 带来的压力 压迫感 会更长 更强 更有层次 第二个规矩 第三个规矩 这个对手 必须有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步骤 他有自己的行动线 然后第四呢 对手与我们的主角 必须折风相对 所以说 在传统商业片当中啊 对手是非常明确的 跟谁干 这件事情很明确 而且这个人很可怕 很厉害 而且并不是一个无脑厉害 他还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 对吧 跟灭霸似的 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你看这就是 商业片当中的对手的要求 就是这么强烈 但是环境和自身 我们说阻力三个来源啊 环境对手自身 环境和自身 往往很多人就忽略了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我们在环境设定当中 我们说 大环境小环境的问题 对吧 你这个主角 他与大环境啊 是相违和的 所以说咱们设定的时候啊 这个阻力已经设进去了 已经设进去了 然后我们说他有自身的 缺陷 明白吧 主角是有缺陷的呀 缺陷往往就是带来他自身的挣扎呀 所以说这些理论啊 这些元素啊 大家都要 每一个元素都要好好理解 它是环关相扣的 对吧 我们说为什么 来 再说一下大小环境 为什么 我们说就不能设一个人舒舒服服服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如果舒服服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环境对他就没有压力了呀 这样的人太普通了呀 太平常了呀 他就没有故事了呀 明白这个意思吧 然后有些同学问 行 那就环境对他很不好 那他就一直挣扎 不行吗 他如果一直挣扎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 Why not 早干什么来着呢 那肯定是他之前跟这个环境 他有一个和解的方式嘛 对不对 他有一个自己的小环境 而且他在这个小环境 他用这个和解的方式 能够适当掩盖自己的缺陷 明白吗 能够适当掩盖自己的缺陷 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设计 好吧 这是讲阻力 分三种 环境 对手 此生 来 事件的第三个元素 转折 你写一千五百字的故事啊 同学们 一千五百字的故事啊 里面必须有转折了 必须有转折了 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啊 一根筋往下走啊 一千五百字不短了 那么高中作文多少字啊 八百是吧 高考作文是八百的 我不记得了啊 远离高考太多年了 我们说 那个一千五 那这两个高考作文啊 你不能这么 这就流水账 一冲到底了 即便你的设定再精彩 再花里胡哨 你的设定很精彩 故事很高歌猛进 也不行啊 也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必须有重大转折 必须有重大转折 对吧 这个转折甚至是个意外 意外的转折 对吧 当然这也符合我们 看故事看了啥呢 看变化嘛 看变化嘛 对吧 然后我们说 在我们主角 执行这个事件的过程中 对吧 我们这个核心问题 能不能解决啊 面对阻力三座大山 对吧 走着走着还出现了转折 我们的主角 必须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代价往往是伴随着牺牲 伴随着牺牲的 商业片中啊 商业片中啊 在这里规定的啊 更死 说 主角的代价 伴随着 死亡的气息 简单说啊 死人 简单说得死人 当然了啊 当然了啊 广义的死亡也是可以的 广义的死亡也是可以的 蜕变与重生 对吧 这种级别的死亡 也是可以的 广义的死亡也是可以的 有条件的话啊 尽量还是死人 明白这个道理吧 各位创作者明白这个道理吧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一定要死人 我怕你们矫情 对吧 高中校园的故事 同志玩 赶死了 你这个 你这个世界不适合死人 明白这个道理吧 明白这个道理吧 这个世界啊 不太适合死人 但是如果有条件 在合理操作范围之内 本来就是什么 病痒痒呢 同志玩是吧 死了也行 因为在商业片中啊 付出的代价啊 付出的牺牲啊 需要有死亡的气息 明白这个道理吧 明白这个道理吧 当然了 这一系列元素下来之后 最后必须得有个结果呀 能不能 这个核心问题 对吧 你之前确定的这个目标 采取的这个行动 他得有个结果呀 有个结果呀 一般来说 结果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 行动失败 目标打成 对吧 或者我们以前叫绕过动作 实现欲我 一个意思 就是行动虽然失败了 但是目标达成了 目标达成了 我举过西游记的例子嘛 对吧 西游记的 人家的目标是普渡众生 行动是取经 对吧 最后呢 经没取着 假经 空经 对吧 但是呢 普渡众生了 观音菩萨跟他们说的嘛 你们一路上的善举善行 本身就是普渡众生 本身就是普渡众生 并不是说西天 某一本经文 能够让你们成佛 让你们普渡众生 做好事 善行善举 降妖除魔 就是普渡众生 我们说跟西游记 结构完全一致的 陶勒斯 对吧 这个叫 绿野先中 对吧 绿野先中 这也是嘛 行动是什么来着 找那个大法师 对吧 找大法师干啥呀 回家嘛 对吧 找大法师获得勇气 获得智慧 获得那个 善良 对吧 获得善良 获得智慧 获得勇气 然后回家嘛 最后大法师是个假的呀 狗屁不会呀 狗屁不会呀 行动失败了呀 但是目标达成了 一路上 一路上跟那些坏人战斗 然后去帮助那些 童话世界的那些人 那些小人国的人 你本身就已经得到了勇气 得到了善良 得到了智慧 我们说一个好的故事结果 它就是要 行动失败 目标达成 对吧 行动失败 目标达成 因为你之前 采取的那个行动 它是错的 它是错的 这就是 故事元素当中的事件 里面的五个元素 里面的五个元素 让我们说主题 每个故事 是要有自己的主题的 是要有自己的主题的 这是一个关于 这个正义的故事 还是关于 普通终生的故事 还是关于 帮助别人的故事 还是关于母爱 关于孝顺的故事 它是要有个主题的 因为所有的故事 是要有思考的 是要有哲思的 那么既然有主题 一个主题 必然就有正向的价值 有反向的价值 那正向价值和反向的价值 是有重突的 也是有变化的 比如说上来 是一个反向的价值 逐渐转向了正向的价值 上来反向价值 负价值占优势 后来正价值占优势 对吧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是有战斗的 是有战斗的 然后呢 那这些变化 体现的就是成长 体现的就是成长 这个成长呢 一般来说 扛在我们主角身上就可以了 主角 我们说 我们成长的空间 已经留给他了 缺陷 这个成长的空间 已经留给他了 而且这里还付出了 有代价 明白吧 他最后成为了什么 成长 写成长的观念就是 他的起点是啥 终点是啥 来 这就是我们的 15个元素 在什么样的时空 然后 在这个时空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大环境是什么样的 是吧 然后 在这个大环境下 有一个小环境 谁谁谁 待在这个大环境下 他是有一个缺陷的 对吧 他是有自己的问题的 但是他这个问题呢 他有一种自己的方式 能够暂时和解 然后呢 会在这个地方待着 突然 突然 来了一个境遇 这个境遇有可能是往上的 有可能是往下的 对他进行了召唤 刺激他 产生了一个目标 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 他要采取行动了 而且采取的是一个 很积极 很不保守的 很剧烈的行动 那么 他能不能做成 这个事情呢 阻力重重 阻力分三种 环境对他 很不友好啊 因为他采取这个行动 确定这个目标 采取这个行动之后 他走出了自己的 舒适区 那个炮 走出了舒适区了之后啊 他这个缺陷就被放大了 甚至他这个身份也不行啊 你这个身份 是干这个事的料吗 对吧 然后呢 环境对他有阻力 另外呢 他要办的这个事 必然有对手呀 有对手呀 这个对手是很强大 很狡猾 很聪明 而且很有条例 对吧 要对付你 而且他升级 对手对你也越来越重视啊 升级 他威胁升级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与自身也 也产生了 这个这个这个 自身跟你自身也产生抗争啊 对不对 你的缺陷无限放大之后 你是不是要放弃啊 对吧 你是不是也产生了自我怀疑啊 我们说有些 这个这个这个系 这个这个 如果有男二的话 如果有配角的话 配角是主角的分身 这个大家记住啊 在同一个行动员下 所有的配角是主角的分身 那么比如说西游记 那不就是分身吗 对吧 那几个 那三个角色 西游记的那三个角色 那个那个三个徒弟 就是唐僧的分身吗 贪嗔痴吧 唐僧是取经人 取经人想要取经成佛 要克服自己的一些缺陷哪 克服自己的贪念 是吧 克服自己的称怒 克服自己的愚痴 对吧 这就是成佛的忌讳 那这三个贪念 你的那个愤怒 对吧 这个称 变成了 外化出了一个孙悟空 你的愚痴 外化出一个沙僧 你的贪念 贪食贪色 外化出一个八戒 对吧 我们说这就是主角的外化 主角的外化 我们说 但是在很多片子里面 你主角不外化了 主角不外化 那这个内部 主角跟自身的抗争 对吧 显然就是自我怀疑 对吧 退缩 放弃 自我的抗争 然后在经历这三重阻力之后 在三重阻力之后 这个故事当中是有变化 有转折的 当然有好的变化 有坏的变化 大部分是坏的变化 有坏的变化 就是往更坏的方向变化 甚至带来了牺牲 死人了 带来了牺牲 不死人的话 至少也退一层皮 我们叫退变 啥叫退变 退变不就至少得退一层皮 对吧 在有些教牌中叫母体重生 打回原形 母胎重生呀 那不是跟死的差不多吗 死亡气息 好啊 然后呢 最后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行动虽然失败了 目标呢 还达成了 行动虽然失败了 但是目标还达成了 柳岸花明嘛 柳岸花明嘛 然后在这个世界的发展的过程中 正价值 逐渐战胜了负价值 取代了负价值 然后我们的主角 从什么成长为什么 这个成长 既包含价值 也弥补缺陷 也弥补缺陷 同学们 这十五个元素 按照这个顺序 你一写 以前五就有了 一千五百字 就搞定了 而且 如果按照要求写的话 它就是一个 商业级别的 一千五了 商业级的故事更改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咱们是因为是练习啊 从商业篇的角度 我建议 我们所有的同学 这十五个元素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在往后的实操过程中啊 你有朝一日啊 有可能是可以发挥一下 为啥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说卡得最死的 动画片 特别是 特指 好莱坞动画片 我们说商业篇体系啊 就是从好莱坞传过来 好莱坞为什么这么严格执行 因为好莱坞追求的是全球最大票房 他们是把大数据玩得最明白的一群人 他们能捕捉到最大程度 人类最大程度的 共同的期待食欲 或者是他们能捕捉到人类最大程度的 共同审美 所以好莱坞永远是做大票房 大商业篇 对吧 像失控玩家这种 AI游戏里面的NPC复活了 全世界人都看得懂 对吧 都很开心 都很过瘾 疯狂原始人 大家看都很过瘾 就是他更严格 更规矩 我们商业实操课 上节课 布置了作业 每个人不是有一个那啥吗 不止一个吧 一句话故事 不止一个吧 挑出一个你最满意的 我跟同学们说过还可以组合的 还可以组合的 我们十个一句话故事的模型 你可以把两个三个四个 组在一块写一个一句话故事的 然后呢 你就把你最满意的那个 这就是咱们这周的作业 你给我扩成一千五 明白吧 原素有点多是吧 十五个原素 我们讲几个案例 我们再讲几个案例 好吧 帮助大家理解 这十五个元素 我们还是讲一点 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吧 好吧 讲一下 我不是药神怎么样 我不是药神 这个片子大家都看过 对吧 大部分同学看过 来 我们说 我不是药神的十五元素 如果是我不是药神 一千五百字 这十五元素 我们怎么写 首先 什么时空 二十世纪左右吧 对吧 具体我不太记得了 两千年左右 上海 上海这个弄堂里 对吧 上海弄堂里一个市井环境下 市井的时空 市井的时空 它的规则是什么呢 上来就讲了 讲得很清楚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都是小商贩 都在讨生活 这样一个规则 就小商贩在忙碌的讨生活 因为上来第一场戏 就徐征没有钱交房租 对吧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市井小商贩 面临的一个日常 就是房租压力 没有生意 但是还得交房租 就是这样一个规则 市井生活 然后呢 赚钱 很重要 这样一个烟火气 很重的一个世界 这就是这个片子的世界观 也就是它的环境 人物是什么呢 一个开药店的 开药店的小老板 这是他的身份 对吧 我们说一个主角的身份 身份是与 身份 是与目标相关的那个身份 这身份是与主世界相关的那个身份 他当然有很多身份了 对吧 但是他与主世界卖药 这个最相关的身份 就是他 他开药店 然后他的内在缺陷是什么呢 他内在缺陷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程勇这个角色 缺陷那就比较大了 对吧 他打老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家庭不幸福 对吧 老爸生病 儿子也不在他手里 他没有赡养权 没有抚养权 他缺陷呢 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 不是一个好儿子 不是一个好丈夫 特别是好丈夫这块 外话的比较明显 他打老婆 上来就交代 对吧 我们说这种 打老婆这种缺陷设定啊 在我们商业片中啊 这绝对属于极限操作啊 就一个角色 一旦打老婆 基本就万劫不负了 就一个角色的设定 你一旦设定成打老婆 就觉得基本就玩犊子了 但是呢 你看这个片子 人家就敢这么设 很勇啊 很厉害啊 就是打老婆 就是有缺陷 然后境遇是什么呢 他这里是一个机遇 对吧 那个那个那个 王川军那个角色 叫什么 吕寿义 吕寿义来找他 告诉他 你你你卖印度神油嘛 对吧 印度有一种药 格列味 对吧 那个那个搞回来 能挣大钱 其实是一个机遇 相当于一个召唤 对吧 然后他获得这个机遇以后呢 他 他就有一个目标 对吧 他就有一个目标 去搞药 去搞这个药 对吧 搞这个药 然后行动呢 就就去了 就开始犯药了 就开始犯药了 就开始搞 然后 那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就核心问题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事 能不能办成吗 他走私这个药品 在国内销售 这件事情 能不能办成 是整个片子的核心事件 核心问题 然后 实现这个核心问题的时候呢 就这个 阻力 就来了 首先环境的阻力 对吧 环境的阻力 我们说这个要犯法呀 对吧 他 他违反法律环境啊 对吧 偷偷摸摸的 然后来 这个 这个走私 海关 各种环境上的阻力 还有印度人 也不老仗义的 也挺奸的 印度人也挺奸的 环境阻力 然后对手 我们说最大的对手 实际上是周一维 对吧 我们说对手啊 我们只说最大的那个对手啊 实际是 他小舅子 虽然戏份被删减了 但是从故事 从剧文故事的角度 最大的对手 肯定是周一维 因为周一维 这个设定 你就知道 他是最大的对手 对吧 他犯假药 然后呢 周一维 抓 假药 是警察 而且周一维 是他的 小舅子 这不就是标准的 绝命毒师的设定吗 对吧 绝命毒师不就是 这个设定吗 你犯毒 然后你连禁 他那儿就不是小舅子了 是连禁 对吧 你连禁 是基督警察 这种设定是 上海篇常用的技巧 常用的技巧 为啥呢 因为这个对抗就更激烈呀 对抗更激烈呀 对吧 本来如果是一个陌生的警察 你犯药 他抓你 他抓犯药的 这个对抗 就是一个正常对抗 但是呢 他是你小舅子 前小舅子 为什么你跟他姐离婚了 你打老婆 你家暴 你看你这不就是找死吗 对吧 他能治死 你看这就是人为的 把这个对抗 搞大 明白这个意思吧 把这个冲突搞大 就是我们说很多人觉得 那个 我不是药神 你这个人 你很多人说 哎呀我说这个 我不是药神啊 这个商业片做得很好 我跟你说很多文艺青年 马上跳脚啊 你知道吧 你胡说 我不是药神 多么的真实 多么的感人 你怎么说他是商业 很多人认为商业片 是个贬义词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挣了好几十亿 怎么不是商业片 对吧 人家在家 数钱 还有 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数钱 更商业的事吗 对吧 然后很多同学就 我想那个片子老感人了 不要把他归在商业片一类 他是真实事件改变的 真实事件那个主角 他小舅子绝对不是警察 敢不敢赌啊 明白这个意思吧 真实事件的那个男主角 他小舅子是警察吗 真实事件的那个男主角 他女朋友会在酒吧跳推舞吗 真实事件的那个男主角 跟他一起犯药的两个人都死了 都牺牲了 黄麻 吕受益 都死了 死亡的气息 你去问一下真实的那个人 他身边死那么多人呢 明白这个道理吧 商业片 懂吗 就是商业片 商业的不得了 来 接着回来说 这是对手的阻力 那么还有自身的阻力呢 自身的阻力呀 他害怕了呀 对吧 不敢卖了呀 这核心问题是卖药这件事情 他最后最大的阻力 其实是自己呀 他不敢卖了 不想卖了 对吧 出卖了朋友 一场那个散伙饭那场戏 记得吧 他不干了 自己退缩了 他不卖了 他不卖了 转折是什么 转折是什么 吕兽亦病危 对吧 吕兽亦病危 他又想重新卖药 吕兽亦死了 吕兽亦死了 他要重新卖药 但是重新卖药 重新卖药 他是有变化的 他这次不为了挣钱了 对吧 不挣钱了 卖的很便宜 卖的很便宜 但就是他卖的很贵的时候 没有被抓 卖的很便宜的时候 被抓了 而且被抓的过程中 黄猫死了 黄猫死了 死亡的气息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说卖药 卖不成了 卖药肯定卖不成了 但是救人 是可以救了 因为他的这个事情 对吧 闹得很大 引起了药监局的关注 把这个药呢 算是列进医保了吧 对吧 可以通过合法途径 以相对便宜的价格 得到了 我们说 他的行动 失败了 他彻头彻尾失败了 他被抓进去了 他最后蹲监狱了 被抓进去了 但是救人的这个目标 还是实现 行动失败 目标达成 我们说 这件事情 他在整个做的过程中 他战胜了负加值 对吧 弘扬了正价值 他从一个 胆小的 不负责任的人 成长为一个勇敢的人 而且这个片子 我们说 成长 我们在这里 其实指的是人物胡光 这个后面 我可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什么叫人物胡光 我们说人物胡光 在 《我不是药神》 这个电影里面 它是拉满的 它是拉满的 因为它讲的是 凡人成神 它为什么叫药神 这个名字呢 它讲的就是一个凡人 一个粗闭的人 最后成为了一个神 他做的事 最后是极其无私的 对吧 他牺牲了自己 牺牲了经济利益 牺牲了自己的家庭 牺牲了自己的自由 他宁愿坐牢 也要救人了 他讲的是一个凡人成神的故事 好吧 我们说你看 这就是 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 比较典型的 一个写实类的故事 它依然能够 卡上食物元素 对吧 我们说你看像 失控玩家这种故事啊 或者是疯狂的原始人 怪兽史莱克 熊猫大侠 我们说这食物元素啊 一目了然 你自己就能卡上 食物元素一目了然 但是像这种写实类的片子啊 它往往是隐藏的比较深的 或者是带有一些类比性质的 它不是那么严格的 再讲一个给大家啊 有时间再给大家讲一个 上个礼拜 我在讲课的时候啊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 我给大家提了一个案例 叫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 张阳导演的 赵本山演的 我们说这个电影啊 应该是中国公路片的标杆了 完成度非常之高 再加上演员阵容啊 以赵本山老师为首的 这个演员阵容啊 极其的凶悍啊 对吧 那个那个极其强悍 极其强悍的演员阵容 所以说这个电影呢 完成度相当之高 因为全是实力派演员 相当高 我们说落叶归根 讲了一个啥故事呢 很多同学可能不熟悉啊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落叶归根讲的就是 赵本山 在外打工 工地上打工 然后呢 在这个这个 喝酒的时候啊 喝酒的时候 工友喝死了 工友喝酒喝死了 猝死 但是这个工友呢 作为一个农村人啊 他在之前有个愿望 就是说他死了之后呢 想回家乡 外出打工呢 实际上也好几年 没回家了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呢 再加上落叶归根呢 实际上是中国人的 一个传统思维吧 然后赵本山就决定 把这个工友送回老家去安葬 我们说这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上一刻讲到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一个壮举嘛 一个人要把一个尸体 跨越大半个中国运回家 而且为什么 这个不可能完成任务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尸体 你没看 没办法 没办法买火车票 买飞机票啊 运送尸体犯法呀 对吧 非法运送尸体啊 你没有资格 没有资质的嘛 我们说你看 这就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任务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个壮举 是个非常优秀的公路片 对吧 一个公路片的一个模型 一个设定 我们说他的故事讲的就是 赵本山带着这个 这个工友的尸体 一路往这个 应该是往四川 对吧 往往往贵州还是哪 往四川附近 对吧 从庆附近 那个那个 那个送他 送这个 送这个 这个工友的尸体回家 一路上经历了多少困难 第一个困难 郭德纲 对吧 郭德纲来抢劫 打劫 而且呢 郭德纲打劫 不光打劫 还暴露了 这个是个尸体的身份 对吧 他本来 给这个尸体 带一个墨镜 买了张公交车票 买了那个 那个大巴票 说这个人喝醉了 睡觉了 对吧 本来在那混 结果这个郭德纲一打劫 暴露了尸体 他是个死人 然后被赶下车 赶下车 然后就背着走 一路走 第二个那个那个 遇到的是胡君 对吧 他想搭车 他想搭胡君 胡君是开 货车的 对吧 他想搭胡君的车 走一段 然后呢 第二个是胡君 第三个遇到的是谁呢 吴玛 那个老演员 吴玛 吴玛呢 是一个 这个这个 孤寡老人 对吧 这个这个 他死了之后 没人给自己办葬礼 所以提前办 正在办葬礼 那个 赵本山呢 是去蹭饭的 一看这家有邪 吃邪呢 对吧 就混进去吃 结果吃着吃着 棺材里那个人 走过来跟他说话 因为人家都知道 这是个假造理 只有他不知道 所以给吓屁了 对吧 给吓屁了 然后这个这个 但是混了顿饭吃 还混了个板车 对吧 混了个板车 有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然后第四个遇到的是谁呢 遇到的是夏宇 夏宇 夏宇演的一个 登自行车 环游 中国的一个小青年 很有理想 对吧 然后呢 两个人也结伴同行 然后接下来遇到是 刘金山 黑店 对吧 遇到一个黑店 吃了一顿饭 让人把身上 所有的钱都给抢走了 对吧 刘金点的黑店 对吧 而且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本来想把 这个 工友 送回老家 因为这个工友吧 还赔了五千块钱 就 这个工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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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喝酒喝死的 这个 虽然是喝酒喝死的 但是这个工地的老板 给了五千块钱的 算是 潜散费吧 然后呢 给了五千块钱 然后因为 这次 之前路上的路费 一直是赵本山在点 这次因为碰到黑店 这个钱不够 所以被迫动用了 这个工友的 这个丧葬费 然后发现五千块钱 全是假钱 就是这个工地老板啊 也他妈不是个东西 给了五千块钱 假钱 就是想把他们打挖走 然后在遭遇 这次浩劫之后呢 这个 赵本山决定不活了 然后决定自杀 在一个地方挖了两个坑 一个坑呢 给战友 另外一个坑给自己 然后找了一块大石头 搞了一个自动自杀装置 用这大石头往外一推 回过来 把自己砸死 然后来 结果就把自己砸晕了 醒过来之后呢 被郭涛救了 郭涛夫妇 是养蜜蜂的人 对吧 也算是半流浪的一种生活 救了他 然后呢 他就发现 这一家人 其实过得也很苦 但是人家也其乐融融 对吧 也在追求幸福 所以又坚定了 要活下去的信念 所以又继续上路 想把这个 想把这个工友 接着送回家 然后接下来遇到谁呢 遇到的是廖凡 以及法郎妹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 法郎妹算是老乡嘛 对吧 因为开法郎呢 是东北人 对很正常 这个这个 遇到这个老乡 然后呢 跟这个 老乡呢 跟廖凡 有爱情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 这个法郎妹呢 帮这个 帮帮这个 死人化了化妆 算是呢 再能坚持几天 对吧 因为之前 路过吴马 那个家 吴马给他 搞了一些防腐处理 对吧 因为那个 那个吴马 不是在搞葬礼吗 给他搞了一些防腐处理 然后再走到这儿呢 又开始有点烂了 然后这个 这个开法郎的这个姑娘呢 就帮那个尸体化了化妆 然后来 接着前进 接着前进碰到谁呢 碰到宋丹丹 对吧 宋丹丹是一个流浪的流浪的人 然后赵美山与宋丹丹 这显然CP啊 对吧 显然是这个这个官配CP啊 然后这个 产生了一些感情 然后呢 互相帮助 然后在这个这个 救助站 对吧 在这个救助站 吃了顿饱饭 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 然后继续上路 继续上路呢 就是故事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赵美山因为体力不支 在这个路上晕倒了 背着这个工友的尸体 在路上晕倒 晕倒了之后呢 醒来之后 被警察给救助了 发现了 警察是孙海英演的 然后警察救助他之后呢 告诉他 你背着尸体到处走 这个犯法啊 给你火化了已经 相当于这个 这个转折啊 有转变 就是他的任务失败 就是 把故事 把这个尸体已经被火化了 被火化了 然后呢 他的目标转换 就是他想把这个骨灰盒 骨灰 那得 得给人送回家嘛 然后最后送过去发现 这个工友啊 已经没有家了 这个工友家是三峡移民 就是已经 全部被牵走了 对吧 牵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 所以故事的结尾 就还是没有找到 这个工友的家 当然了 他又决定去 根据线索 去这个工友新的 工友家新的地址 但是故事就再没有呈现了 就在这里结束了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说 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的震撼 这个片子非常的 这个片子就完美了 诠释 完美的诠释了 什么叫既工整又牛逼 就是一个商业片 非常的工整 但是非常的牛逼 我们说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讲的 我们先 我们先 我们先跳开这个啊 我们先直接说主题 来 这个故事主题是什么 这个故事的主题 非常的简单 而且是 所有商业片当中的 第一大主题 就是回家 回家嘛 落叶归根嘛 回家呀 回家 好莱坞当中有个规矩啊 就是你一个故事 没有主题的时候 就把主题这车回家 这是好莱坞的规矩 为什么 为什么它没有这个规矩啊 是因为回家 是任何一个文化的主题 就它是 所有人类共通的主题 我们说好莱坞当中啊 有很多片子啊 我们说 主题啊 比如说是 这个这个这个 公平正义 我们说公平正义 其实不是普世的 对吧 或者是你看好莱坞的片子 有很多个人英雄主义的 我们说这个东西就更不普世了 我们讲团结都是力量 我们一般讲 我作为个体很渺小 这个我要团结就是力量 他们是 个体无限大 对吧 所以说 有很多主题吧 它并不是普世的 但是票房最好的大主题 就是回家 就是回家 你看拯救大兵瑞恩 回家 这种战争片 它都把主题射成回家 这人也是奇了怪的 对吧 我们的战争片 全都是牺牲 全都是为国牺牲 然后光荣 对吧 反正是血战到底 但是他连战争片 他都敢射成回家 我们说这个 落叶归根 他的主题 就是回家 回家 死了也得回家 就是回家 它是人类共通的主题 所以这个片子才会 大家每一个人 看了都能共情进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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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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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